Hello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之前的话题 继续跟各位聊聊BMW E60这款5系列的故事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跟各位介绍过 E60 5系列 它在欧洲以及在台湾上市的一些变化 并且我们到最后还跟各位聊到了 E61 5系列旅行车在台湾的一些状况 那么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E60的什么东西呢 各位觉得E60不就是四门跟五门呢 那聊完了这个还有什么 还有M5啊对不对 各位不要忘了 E60 M5可是BMW M-Power史上发展到最荒唐最极致的一款代表作 时至今日也真的是没有被后来的M-Power的系列给做超越 E60 M5这台车之所以这么让人家津津乐道 没错就是它那颗引擎 这颗引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多 那在讲这颗引擎之前 我们还是跟各位讲讲E60 M5这款车它发表的故事 那么E60 M5这款车子 顾名是它是接替E39 M5 那么E39 M5已经把M5带到了V8引擎的阶段 只是E39 M5这颗引擎其实坦白讲没什么大不了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从540i那颗4.4的去扩光过去 所以它很多零件不管是引擎也好车身也好很多都是个540公用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540的强化版 但是到了E60 M5不好意思 这颗引擎还有它的车身几乎都跟一般的5系列没啥关联 虽然在一般的E60 5系列有所谓的550i 可是同样排气量的E60 M5动力的不要说输出 光是动力的科技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程式 而且外观终于跳脱了跟一般版些微的差异 E60 M5你要从一般版改过去工程是比较浩大一些 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E28也好 E34 139 M5 其实你只要一般版贴个M的logo 然后再把旅圈换上去再把一些试条换一换 就可以伪装成是M了 也就是说各位你在看到E28的或是E34的或是E39的M 你可能会觉得那就是一台520去加大包而已 怎么可能会是真的呢 但是到了E60 M5它的外观跟一般的5系列就真的是差异非常的大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把E60 M5的外观套用在E39的M身上 来判断这是不是一台真的M 比方说很多人会觉得你这个E39 M没有侧面的进气口 叶子板没有这个进气口 然后引擎盖没有凸一块起来 后面心理箱盖也有心理箱盖锁 你这个一定是假的 不好意思那是E60 M5之后才有的东西 这个也是相当的有意思 也就是说E60 M5的外观算是蛮升值人心的 这款车子最早是在日年瓦车展发表的M5的概念车 M5 Concept 但是量产版本基本上没什么改 不会像之后的E92 M3 它的量产版本跟概念版本改的幅度还比较大一些 E60 M5 Concept跟量产版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 那么这款车子是在2005年的1月在欧洲上市的 但是一开始上市只有左驾右驾地区稍微晚一点 那比较令人惊讶的是呢 这款车子竟然它的售价只有8.6万欧元 比对手还要便宜啊 RS6那时候是卖9.1万欧元啊 E55是卖8.9万欧元啊 E60它的科技什么的配备行头比起这两个对手多很多啊 结果售价竟然还更低 所以让大家是跌破眼镜啊 那么E60 M5呢 它比普通版长了1.4公分 当然主要是保感的变化 因为它前后保感测询都跟E60的普通版本不同 尤其它后轮的爆龟是更加的明显的 那么还有就是说呢 它的后视镜也不大一样 甚至后视镜的下半部还是黑色的 那当然尾管的排气管也不一样 四个尾管 那么这个是做的更加的明显 不像一般版的呢 做的小加子器的 M就给你四只很明显的放在那里 那至于铝圈当然也是不一样 铝圈呢 已经做到前235 40 R19后 285 35 R19等于比E39 M5呢 又多了一寸 而且呢很好玩 因为它多了一寸 所以它的车高反而比一般版高了1mm 这个当然你两台车没有摆在一起 你是看不出来 另外呢 它的底盘有做一个平整化 除了排气管跟传动机之外呢 都有平整的护板 这一点也是跟E39 M5一个很大的不同 E39 M5基本上它的下护板 跟一般的5系列是长得一样的 但是E90呢 它就多了这一整套下护板 所以它的封组的表现是更加的棒 好讲了那么多呢 各位说哎呀 你一直跟我讲说引擎怎么样 引擎怎么样 你都没有讲到引擎的细节 好的 接着我们来跟各位聊聊这颗引擎的故事 这颗引擎的代号呢 是S85 B50 也就是5.0 V10的引擎啊 那各位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它莫名其妙就用一颗V10的引擎呢 其实我觉得BMW M5这个部门真的是蛮神奇 你去看那个Maclaren F1 Maclaren F1呢 用的是M5的6.0的引擎 很好玩啊 它自己的那颗引擎自己不拿来用 就卖给Maclaren F1去用 而且那颗引擎的成本非常高 所以后来为什么Maclaren F1会停产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因为BMW不想再供应这颗引擎 觉得这颗引擎呢 这个做的成本入不敷出啊 既然是如此 为什么你的E60M 还要搞一颗这个V10引擎呢 其实BMW M-POWER 说这个引擎呢可能会过不了这个规定 那怎么办呢 那Williams F1 当然他们是要比赛为主的嘛 那就先把这计划给丢着吧 然后呢 这时候呢 BMW也在想一个问题啊 因为在E39M5 我们刚刚讲 E39M5它的引擎只是540去强化的 那么它的外观内装什么 跟一般的5系列差距没有那么的大 反观是当时的E55 AMG 当时的W210 W211的E55 AMG 虽然说可能视觉上的差异也没有很大 可是它引擎性能差很多 而且人家还有自排的版本 所以呢 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市场 E55的效应都是比E39M5好很多 那BMW也希望说 好吧 既然M5是我们5系列的招牌象征 是我们的精神门面 那我们这一代E60呢 我们就来搞个荒唐一点 好啦 我们就来给它 侧头侧尾的 跟一般5系列做出区隔 于是呢 他就干脆去拿Williams F1 这颗开发到一半的引擎过来用 那这颗引擎呢 基本上 它跟Williams F1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然后呢 它的这个90度夹角 跟铝额金本体设计的 都跟Williams F1 这个实际在跑的那颗引擎是一样的 那甚至呢 每个气缸都有独立的进气控制 那么在BMW的调教之下呢 这颗引擎是量产版本的引擎哦 507匹的马力 53.02公斤米 所以呢 它算是比E39M又大幅的进化 因为E39M它同样的排气量 排量差不多啦 一个是4900多一点 一个是5000cc 但是呢 马力足足多了100匹马力 那么0到100加速呢 是从原本的5.2秒缩到4.7秒 而且呢 它这颗引擎的本体只有240公斤 甚至呢 它最大加速度可以到1.3G 红线转速的是8250转 这个也比E39M来的更后面一些 并且呢 为了要因应它的拘力的关系 所以它采用的是干式油底壳 在当时来讲非常的罕见 甚至它的火星灾 还可以兼做暴震感知器 那当然它引擎电脑运算速度呢 是上一代E39M的8倍 并且它有电子油门 那为了要协调这颗引擎的输出 所以它有可辨式的M差速器 并且有第三代的DSC 那有些媒体说这个第三代DSC是可以完全关闭 但是这个部分我不是非常的确定 那除此之外呢 一开始它就有出现所谓的自排的版本 而且呢最早是三代的7速SMG 号称呢 比原先的二代呢 换挡速度快了20% 而且我们再猜啦 这颗引擎会不会是 业界同一车第一颗量产的7速自排 然后很好玩的是哦 它这颗引擎507匹马力 那原厂有设定三种动力模式 平常呢 上街购物采买呢 麻烦你用400匹的模式 那你如果要跟人家小标一下呢 会有500匹的这个模式 然后最紧绷的哦 500匹的SPORT模式呢 它有这个另外一个开关可以去按 那而且呢 它这三种模式呢 配的是三种不同的 减震避震器的减震的模式 那比较好玩的是哦 它的自排的手排模式 要ESP关闭才会出现 S6这个模式 其余只能到S5 并且它声称这颗变速箱 可以在湿滑路面的时候 利用离合器的修正 避免车身失控 还有上坡静止的起步辅助功能 并且呢 有LUNCH CONTROL的功能 但是它有过热保护啦 我们在看媒体当时在玩 大概玩个三四次 它就会让你没办法用LUNCH CONTROL 避免它的东西坏掉 其实这个设计呢 我觉得算是很到位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颗SMG变速箱修起来 真的很恐怖 尤其呢 它跟二代SMG一样哦 它的抑压bump 还有离合器 依然是个通病 然后呢 它修起来的价格呢 比起第二代又贵很多 所以各位在挑选E60M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去小心 它这颗变速箱哦 那除了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各位讲到的 它的引擎跟变速箱科技以外呢 它的内装 嗯 坦白说啦 相对的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亮点哦 它的内装当然就是 HUD已经变成M drive模式 并且呢 方向盘上面有个M drive的按钮 可以直接按下去 变成激烈操架模式 那么按下去之后呢 HUD会经典成只有转速 档位跟速度哦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中控台跟车顶当然都是麂皮啊 这个跟 这个E60M差异还蛮大 E60M的内装呢 基本上只有A柱多了这个绒布啊 多了也不算极皮的 我这样看起来是绒布啊 但是E60M的内装 至少车顶的质感 比起E39M来的好很多 并且呢 它的指针呢 是白底红针 表底是330公里 而且它有主动式的一倍 在运动模式下面呢 可以根据侧向的居指呢 来调整充气 甚至它这个表底 330公里的表顶呢 不是说假的 据说了 它解除速箱真的是可以开得到 而且原厂声称呢 它在纽柏林赛道是可以 跑进8分钟以内的 当时是量产车最速的成绩啊 甚至呢 纽柏林赛道还顺便做了一点宣传就是 它买了这个E60M呢 做Ring Taxi 你只要付钱呢 就可以享受赛车手 带你去跑纽柏林赛道 而且呢 只要190欧元 可以一次三个人去体验一圈 我觉得算是蛮超值的 好 那么至于在台湾市场这部分呢 一开始传出了 因为之前的E39M呢 在台湾卖的非常的低调 是因为油耗认证一直过不了 所以呢到了E60M呢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一对阿里亚渣的科技 尤其是个V10引擎 但是呢 相对在台湾的油耗排污的法规呢 这一颗引擎真的是蛮麻烦的 本来一开始是说了 因为台湾在2005年7月修改了油耗法规 又变得更加的严格 本来是说 M5可能要到2006年才进得来 结果呢 在台湾就出现了一个神通广大的贸易商 中部某间贸易商在2005年7月呢 先办了两台进来 而且声称呢 是已经做完这个油耗认证了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 其中有一台就发生了一起事故 那关于这起事故的详情呢 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 各位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那么真正代理商呢 看到哦 这个贸易商已经这个手脚这么快 名单话叫卡出家妹啊 于是呢 在2006年7月 贸易商进来了没多久呢 也搞了认证商进来 而且呢 后来犯罪也发现 其实自己人下自己下自己啊 为什么呢 因为8月他就顺利通过了认证 9月呢 公开在101大楼公开展示 当时呢 只有引进了两台 而且呢 都已经卖掉了 并且呢 在展示期间又累积了10台的订单 当年的台湾只有17台的配合 顺利都卖光光 那么当时的牌价 一开始的接单价是台币669万 这个售价 比起当年 E39M贵了快100 不是贵了快100 贵了超过100万 因为呢 E39M当时是完全按照欧元 或者是德国马克的报价 我记得第一台 E39M在台湾的售价 卖出去的价格大概在560万左右 最后一台应该在500万左右 那么E60M一开始的接单价是669万 但正式的发表售价是639万 虽然说是比正式的 接单价比较便宜的30万 但是还是比当时的E55K 588万来的贵 而且贵很多 所以它的销路呢 真的是还蛮有限的 那么这个2006年呢 总共在台湾卖了26台出去 那么贸易商卖了10台 所以2006年呢 我们看到刮牌数只有36台 那么2008年呢 更是只有卖出了4台 2009年只卖出了1台 所以之后呢 台湾就没有继续引进E60M 等到下一代的F10M才正式的引进 所以其实台湾的E60M的数量 并没有很多 大家会觉得比较多 主要是一个 因为E39M真的太少了 E39M呢 根据我们的调查 可能全台湾当年 包括水货半进来的 应该只有40台不到 那流到现在呢 应该20台不到 但是呢 E60M少归少了 刚刚我们这样数字这样加一加 其实呢 当年进来的 可能也有个七八十台 甚至到一百台也不一定啊 所以呢 这个车子数量相对的比起 E39M来的多一些 更重要的是呢 因为E60M这个车子的外观 非常的抢眼 所以呢 你看到你会对它有影响 E39M的外观是非常的低调 你看到你会觉得 好像是520加大包而已嘛 对不对 E60M呢 肯定不会让你错认啊 所以呢 甚至当时啊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过 E60M在欧洲当地的售价 比同一堆对手 比起RS6 比起E55K来的便宜啊 所以当时呢 德国的某个非常知名的杂志 曾经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评比 就是他拿来跟F430 法拉利当时卖的F430来做评比 M在各方面 几乎都是大幅的胜出啊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结果呢 跑去跟M5的开发团队讲 你看你们的M5呢 这什么地方都是碾压F430啊 售价却只有F430的二分之一啊 当这个媒体跑去访问了 BMW M5的开发人员 他们是这样回答 他们说 嗯 没有错 我们在各方面都是碾压了F430 但是F430有个地方碾压我们 就是它的利润 以E60的这种开发的成本来说 毕竟我们的引擎又多人家两缸 比起F430 F430只是V820嘛 我们的成本呢 跟F430是不相上下 但是呢 我们因为logo的关系 我们不能卖像F430那种价格 所以呢 这个E60的M呢 应该是卖一台赔一台啦 这句话是我的推测 对于BMW来讲 他应该是这样算啦 我今天呢 卖一台E60M 可能是卖一台赔一台 但是呢 我推出这个车子 可以有效的提升我BMW E60 5系列的形象以及销量 这样子一来一回呢 当做E60M是一种形象公关 其实也不为过 所以我们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看我们刚刚念了那么久 E60的M配备这么的荒唐 引擎跟配方箱这么的高端 真正是当做史上最荒唐的M5 我觉得当之无愧啊 因为在之后的BMW 你看嘛 那个所谓的F10M怎么样 V8双涡轮 后来的F90M怎么样 V8双涡轮 然后到了之后呢 又是V8双涡轮 之后会不会变成什么 像Benz的C63变成2.0涡轮呢 这就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未来也不可能会有V10的这种动力 不可能啦 以下的环保法规趋势啦 还有大家的消费习性 所以E60M这个车算是空前绝后的V10 Empower 可以跟它匹敌的 大概就是同一时间推出来的 6系列的M6也是V10的Mpower 那么当然啦 在E60还有一个 也是无法超越的一个巅峰是什么 它还有推出旅行车 其实呢 BMW M5并不是第一次推出旅行车 在E34的年代后期的时候 3.8就有推出一批旅行车的版本 但是卖的不多 那之后呢 E39的M5就没有推出旅行车了 E60M又把旅行车给复活 但是到了F10呢 又没有M5的旅行车 那么这批旅行车呢 其实数量也不是很多 而且BMW爱卖不卖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 普通版本的四门的M5 就已经是卖一台赔一台 旅行车我觉得应该是卖一台赔1.5台 各位要了解 为什么旅行车的版本通常不会有Mpower 比方说M3的旅行车很少 M5的旅行车很少 因为旅行车它本身车身刚性的问题 它要去做强化 它的成本会非常非常大 你关一个尾门看要怎么搞定 所以你也不得不佩服Audi Audi一直都标榜我的RS4 RS3 RS6 我都有这个Avant的旅行车版本 那个刚性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对于BMW来讲 这种车子既然已经是赔钱了 还是低调一点 那为什么E60的5系列要推出 这个M5的旅行车的版本呢 就是从我们一开始所讲的 BMW希望了这一代的M5 塑造出一个非常至高无相的形象 所以它就能够荒唐 有多荒唐就多荒唐 所以有推出了这个M5的旅行车的版本 甚至M6也有所谓的敞篷的版本 那台湾呢 因为油耗认证的关系 而且市场太小 所以台湾是没有正式引进E60M5的Turing 但是神通广大的贸易商 至少引进了两台正牌的M5的Turing 这个算是相当的罕见 我自己都还没有亲眼看过 因为这个车我相信全台湾可能的 直到现在应该也不超过10台 非常的难得一见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跟各位聊聊 E60M5这台车的故事 基本上对于我们这些喜欢Mpower来讲 E60M5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殿堂 我必须这么讲 虽然说后面的M5可能它性能更强 可能它的配备更好 但是呢以配备的荒唐程度来说 真的E60M5是一个史无前例 空前绝后的一个里程碑 前无古人后来者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也是很想有一天真的发达了之后呢 弄一台E60M来玩一玩 当然了它的后勤 它的维修什么的 大家就要心理准备 我现在呢因为身为一个这个穷光蛋 所以我也只能做做梦 而也买一台E60M来靠场靠场自己 做个白日梦 希望有朝一日呢可以圆这个梦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肖子耳 我们下午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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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